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电影最热评 我是爱看电影的红哥 今天我们要评论的电影是 Blue Beetle 蓝甲虫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失我们的每一部新影片 Blue Beetle是一部于2023年8月17日 全球公映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 该电影由安杰尔·曼努尔索托指导 索洛·马里达纳饰演DC同名英雄 Blue Beetle 该电影由华纳兄弟发行 是DC扩展宇宙的倒数第二部电影作品 剧情讲述刚大学毕业的男主回到家乡后 意外被一甲虫外形的外星科技选为宿主 赋予其超级装甲 期间与女主和家人对抗军事武器制造集团 阻止反派制造杀人武器的英雄故事 华纳兄弟和DC影业于2018年末宣布开发该电影 电影制片人表示 Blue Beetle将会是第一部由拉丁裔主演的 真人超级英雄电影 2020年 DC总裁宣布该电影将登陆于 HBO MAX串流平台 放弃院线供应 2021年 华纳兄弟高层在看见了该电影背后的创意构思后 决定将其定当院线 隔年 星自杀突击队的导员 Jame更担任DC的联席董事长 兼联席首席执行官 其宣布布毕头的故事将会从DC扩展宇宙 延续执行DC宇宙 最后 该电影在遇到的Flash跳坊惨遭滑铁炉 以及美国演员工会和编剧工会罢工 而导致该片的宣传为零的情况下 如期上映 The Beetle能否抵住 The Flash跳坊铺接的压力 并在没有被DC官方大使宣传的情况下 一流而上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吗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首先 该电影很好的向影迷示范料 如何拍出一部拥有强烈个人特色的英雄起源电影 其大胆且富有趣味性的颜色运用 让整部电影活力四射 潮到出水 若你单看预告片 你可能会认为这又是一部烂掉陈词 千篇一律的英雄电影 电影里头确实有多到让你数不清的熟悉英雄桥段 例如 突然获得超能力 对前途迷惘的少年英雄 如Venom般的外星寄生体与宿主之间的思想拉扯 颜色不同 但是外形与Ironman极度相似的钢铁装甲 如Green Lantern般靠想象力创作武器的超能力 然而 这些熟悉的元素在电影的后半段会集成一线 形成独有的剧情魅力 以上这些设定只不过是电影的表面曲强 导演真正想要挑战的是 如何在一个既定的框框内 塑造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 电影中男主接受其超能力的心境变化与家人息息相关 其与家人之间的独有羁绊 也让这部电影显得格外有层次 电影中充沛的情感叙述是这部电影的核心 超级英雄只不过是一个吸引人进去观影的幌子 一名处于摸索阶段 心中毫无信念的超级英雄 能否单枪匹马成为世界的就是主了 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在电影的尾声 男主并非一人干翻整个反派军团 与其将男主塑造成拥有强大超能力的英雄 导演选择另辟蹊径 将男主设定为电影中被拯救的对象 而担当拯救男主重任 协助男主歼灭反派军团的 则是男主最为重视的家人 电影中 家人不仅是男主最强的后盾 甚至是帮助其对抗反派的绝佳战友 导演以拉丁裔家庭元素为该电影的核心 电影一开始 导演就向我们刻画了拉丁美洲家庭式的热情氛围 以及墨西哥民族在面对困难时的乐天派性格 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角色塑造非常完整 人物性格也异常讨喜 每一位演员的演绎恰到好处 我们可以在电影的前半段看见 家人对男主的关爱 甚至能从男主与其家庭成员的相处中 得知家庭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不仅如此 男主与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拥有深刻的情感链接 其与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属于彼此的深层情感交流的戏 尤其是在电影的中后段 其至少有两段导演下重手的亲情戏 其绝对会让你哭泡 除此之外 女主的表现也非常亮 女主并非是典型需要被英雄拯救的角色 此次的女主是一个成熟的姐姐 其某方面也是造就男主成为英雄的关键人物 其因为父母亲早逝 造就了其独立 坚强 渴望家庭温暖的性格 女主在老家时 曾对男主说过一句话 该对白深深道出了 女主对家庭温暖的深层渴望 男主从小生活在家庭美满的情景 与女主从小缺少家庭温暖的情况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再来是男女主之间的化学反应爆棚 两人的姐弟恋情 看得我晕头转向 头顶直冒粉红泡泡 那么 该电影全是好评吗 并非如此 电影中犯下最大的事物 便是没有发展男主与外星甲虫的宿主关系 其并没有如隔壁棚 Sony的Venom般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男主与外星甲虫 似乎一直处于暧昧不清的阶段 外星甲虫被塑造成一个只会保护宿主 行使杀戮之责的AI外星军事武器 但是到了电影的中后段 外星甲虫变成了一个 拥有自我意识的外星生物 电影中男主与外星甲虫的磨合戏份偏少 因此在电影结尾之处 让外星甲虫换有同理性的安排 让我感到错了 其唯一的解释 便是外星甲虫与男主在最后合为一体 两者的思绪产生链接 外星甲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 也就是开始有了人性 最后 导演安排了一场外星甲虫阻止被仇恨蒙蔽双脸的男主 犯下弥天大错的一场戏 形成首尾呼应 堪称一决 另外 电影中的动作场面表现如何呢 我认为是重归重矩 电影中确实向我们展现了许多速度感十足的动作场面 男主依靠想象创造出来的武器 尤其是最后出现的大刀 显得格外中二热血 最终与反派的大战也让人看得酣肠淋漓 那叫一个自甩 七为一的缺点就是反派科技装甲的CG太过拙劣 以至于我看的有些出戏 题外话 我非常喜欢男主家人驾驶的甲虫形态飞船 极酷炫 可爱与暴力于一身 那么 该电影的反派表现如何呢 该电影的反派由女主的阿姨担任我们故称其为女反派 女反派饰演的是一名年少不受父亲欺重的军活企业家 该电影其中一个缺点便是没有花篇幅深度挖掘女反派的内心世界 我们无从得知其父亲的重男轻女行为如何影响她的性格 我们甚至完全不知道其制造杀人兵器的用意是什么 是想要获得父亲的认可 还是纯粹对这个世界感到厌恶 还是想要赚大钱 这些我们无从得知 因此女反派在实施一系列的计划时 总是欠缺一些说服力 在我们观众的眼中 她只不过是一个年少缺爱 心胸狭隘 心狠手辣的反派 另一名反派则是女反派的部下 也是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动作担当人造人 起初 导演将其塑造成一个面无表情 对女反派言听计从的杀手 正当我想要吐槽导演塑造一个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反派角色时 导演确确实实地赏了我一巴掌 在电影后半部分 导演加了几则人造人的记忆闪回片段 交代了其成为人造人的整个过程 当中提及了其家园被军人占领 家人被迫害的悲惨绅士 其虽然简短 但却非常有效地让影迷与其悲惨经历产生共鸣 该回忆片段也反映出上世纪美国入侵拉丁美洲国家 并在当地破坏民主 干预国家内部事务的历史 女反派故人当战争激起实验品的桥段 极有可能是在讽刺美国政府 在二战期间招收25万墨西哥人加入美军 最终超过1000墨西哥人在战争中丧生的悲剧 在电影当中 女反派对女主说过 你宁愿相信来自墨西哥贫民库的黄毛小子 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人吗 导演透过这句话点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 这句话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墨西哥与美国的恩怨情仇 也深入探讨了美国上流阶层精英 对中美洲拉丁裔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 以及评者乐评 富者乐富 欲等社会议题 总的来说 路毕头的节奏明快 动作编排犀利 情节感人肺腑 是近年来DCEU的上乘之作 其剧情虽然是一层不变的英雄成长套路 但导演以其风格强烈的视觉特效 以及温馨饱满的家庭元素 成功赚取影迷的笑声和热泪 纵观整部电影 当中塑造的最好的 莫过于男主与其家庭成员的互动 以及家庭革命情 与其说这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这其实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家庭温馨剧 其主要描绘的是一则家庭成员相互依靠 相互成全彼此 从中寻求温暖的故事 其与某些处处标榜着家人主题的 飙车谍报动作系列电影不同 观众能透过荧幕感受到满意的亲情感动 甚至于相信这个家庭是真实存在的 所谓的家人不就是接纳各自的缺 完整彼此的缘而存在的 这才是我心中模范家庭应该要有的样子 最后 该电影的推荐指数为四颗星 以上就是今日的电影最热评 我是爱看电影的红哥 我们下部影片见